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点击订阅,关注 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 眼看着呀,要过年了 昨天呢,更是咱们一年一度的小年 这两天呢,我想到了以前在农村老家 过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习俗 说是啊,年三十儿下午到祖宗坟上去 把祖宗请回家里边一起过年 然后呢,过了正月十五再给送走 所谓的请回来嘛,也就是到坟头上烧香磕头 然后啊,说点什么回家过年的话之类 这本是人们一个美好的想法无可厚非吧 若是家境不好,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请回祖宗呢 那常理来说呢,也不会被谁给怪罪 关键在于啊,这个事情在时间上啊 它是有规定的 一定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到坟地去请祖宗 而且女人不能去 我邻居家啊,有一年就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 跟这个美好的住院啊,有关 本来嘛,这家是挺穷的一家人 偏偏的呢,这男主人是一个没有任何能耐 却又极其要面子的蠢人 到了年三十儿下午,因为种种原因 这家人没能来得及去坟地里边接祖宗回来 可到了晚上啊,这男主人就突发奇想了 非要去坟地里边接祖宗 这女主人就劝他了 你就别扯了,人家都是下午之前去 你说你大半夜的,你去啥呀 不过呀,这男主人呢 那是特要面子的人 你越劝我,我就越去 女主人没办法了,只能跟着去 按理来说,这已经犯了两条禁忌了 可这两位呢,却浑然不觉 男主人为了表示隆重 专门的套了四匹马的车 去的时候轻轻松松的 到了坟地烧香磕头 然后就回走 可是回来的时候啊 这马车超重了 居然超重了 能看得见 只有女主人坐在那空马车上 而这四匹马用尽的力气喘吁吁 大汗淋漓 地上的车折印也是特别的深 那明显呢 是拉了很重的东西啊 还没走到家门口 他再养了两只大狗就冲突 汪汪汪汪的直叫 他拦在大门口拦住马车 不允许着马车进家门 男主人一看 当时就火了 就开始抄大那狗 强行着把马车赶进了院子 然后又恭敬地 把请回来的祖宗 安排到收拾好的一间屋子里边 摆上供品 这期间呢 那两只狗一直在狂叫不停 甚至要冲到屋子里边去 这男主女主丝毫没有察觉到异样啊 就开始了准备年夜饭吧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啊 这年夜饭一定要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吃 煙炮呢 也是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放 就在这男女二人准备停荡 只等着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 从安置祖宗那屋子里边 可就传来了声音 刚开始的时候啊 那是类似于轻声的笑 然后好像是很多人在低声交谈 紧接着 屋子里边放贡品的盘子 甚至是烧香炉的香炉 无缘无故的就开始飞起来 吊在地上碎裂 空无一人的房间里边 变得特别的热闹了 就好像有一群人在打架似的 外边的两只狗叫得越来越凶 男女主人开始傻了眼了 好在啊 这村里边有一个阴阳仙 赶紧的请过来看 大仙过来掐指一算 就问了 你是不是太阳落山才去的坟地啊 是不是你媳妇也跟着去了 号称天不怕地不怕的这个男主 立马就磕头像捣蒜一样 是是是啊 大仙就说了 你们这回请回来的 根本就不是你家的祖宗 全是孤魂野鬼 今年你们也别在家过年了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到别人家去避避吧 这男女二人慌里慌道地收拾东西 在大伙的指点之下 到了别人家去躲避 在这期间呢 那间空屋一人的房间的声响是越来越大 这真的是闹得人啊 头皮之发麻 甩东西声 轻笑声 训斥声 在这个年三十的夜里边的一间空屋子里 还夹杂着两只狗的汪汪的叫声 整个村子都被惊动了 我们就站在院子门口 看那大仙在院子里边做法 那两条狗拼命地往屋子里边闯 被几个胆大的小伙子强行地给拉出了院 渐渐的呀 这屋子里边的声音小了一些了 窗户玻璃上 也开始出现了类似于手指甲划出的痕迹 同时还发出那种尖利的声音 最后大仙杀了一只公鸡 鸡血洒在了院门口 出来关上院门 叮嘱着大家 一定不要打开着院门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了 都不要打开着院门 这一夜 全村的人 谁也没心思过年了 两只狗撕心裂肺的狂叫了一宿 到了早上 居然在男主家的院门口 扒了一个洞钻进去了 等大仙过来打开的院门 所有人都惊来了 这些男主家玻璃窗户全都碎了 屋子外边一片狼藉 院子里边还有数不清的各种脚印 各种深深浅浅的钩 而那两条狗死在院子里 死状特彩 之后的事嘛 我就是听说来的了 说这个事一出啊 大家伙都吓坏了 很多人大年初一的 就离开了村子 我就是其中一个 据说那大仙 又是各种破解 让这家人呢 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具体是什么嘛 没人细说 只是知道啊 后来这家人连着半年多 每个月月圆的时候 都要在那十字路口烧纸钱 不过打那之后嘛 过年的时候 这村子里边啊 也没有人再去请祖宗了 不管是什么时间 不管有没有女人跟着 这个习俗呢 到这儿也就算是结束 给大家介绍一个 赚零花钱的办法 详情可嘉QQ群 免费咨询 278888780 278888780